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根据Now新闻台的正情专栏报导 中联版主任骆惠宁早前就约见了第一个社团代表 这个社团就是由人大政协组成的友好协讯会 在会上到底骆主任说了什么说话呢 他说到立法会选举的选情严峻 呼吁越系困难 建制派更要团结 他说反对派想取得立法会过半数的议席 夺取管治权 他强调这是不可能的事 实情可不可能就是取决于民意和选票 不是在打嘴炮 但是大家应该要留意一下 网上很多人在带风向 前排区议会选举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 就是有一群儿子出来呼吁市民要投白票 虽然选举结果反映得出 白票党是无法得逞的 他们在社会当中没有什么市场 但是我们仍然要警醒这群人 因为他们最近又出来带风向 就说不应该抢攻立法会的功能界别议席 应该先争取立法会普选 实情我3分4次在这个节目当中已经强调过了 争取立法会普选或者争取双普选 和抢攻功能界别的议席 是不能这样轻易的议员对立起来的 其实两者之间是不存在任何矛盾 我再解释一次给大家听 如果说要争取立法会普选的话 其实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要么就是体制内改革 要么就是体制外改革 用外力来迫使他改变 先讲体制内 如果要立法会普选 首先就要在立法会通过一个政治改革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需要有多少人来支持呢? 就是立法会内三分之二多数的立法会议员 赞成才可以通过的 现在你说你争取过半数而已 过半数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在立法会内 就是simple majority 只要过半数的话 就可以否决这个财政预算案 就可以否决由政府提交的立法议案 比如说国歌法这样 如果过半数的话 就是泛民民主派那边 黄营那边过半数 那又怎样? 那就可以否决了国歌法 或者否决23条 因为23条都是简单多数通过的 这个财政预算可以威胁否决它 那就可以有财政预液 争取过半数的意义就在这里 如果在体制里面要争取立法会普选 就需要三分之二多数 至于体制外边又怎样? 不如说香港人向美国政府争取 就说你们可不可以在对华的第二阶段 留意协议当中 将香港的民主法纳入条件之一 或者你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有没有空间 来促成立法会普选 当然这个操作空间就有 只不过主动权取决于美国政府 2020的立法会选举 在9月初的时候就会进行了 现在只有半年的时间左右 现在那群白票党就走出来说了 就说不要去功能界别那里抢工 那些全部放弃 全部投白票 只是直选就可以了 我们应该争取2020的立法会普选才是 大家就应该反问这群人 如何来争取到在今届进行立法会普选呢? 他们有没有方案? 有没有路线图? 如果是没有的话 如何在半年左右的时间 争取得到2020立法会普选呢? 是不是切实可行呢? 如果根本上他们完全答不到这些问题的话 大家就不需要受他们的迷惑 一定就要抢工这个功能界别 因为今次的立法会选举 其实就是97之后 民主派第一次有机会 拿到过半数的议席 当然就会引来很多这些人出来 妖言惑众 就不想见到这个情况出现 当然我又要说一件事 民主派在过去这二十多年 事实上就是思维素餐的 今届他们说要抢工的那些功能界别 议席是哪些界别呢? 例如饮食界 进出口界 体育文化出版界 勞工界 勞工界就注定不行了 不过在202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 新组成的工会就可以发挥作用 因为他是以工会作为票数的单位 只要七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工会 奈何这些工会是要运作了一年以上 才可以取得这个界别选民的资格 所以现在登记的那些新工会 现在就算登记做选民都不行了 你要等运作一年 你才有资格成为选民 勞工界注定不行 但是勞工界有三席 如果在97之后 他们是拿着那些法例出来 看清看楚 原来七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工会了 那一定是黄丝多过蓝丝 你才知道的嘛 那你早就再拿三席 那这三席 好 飲食界 那么多的黄店 原来很多的食店 没有登记成为界别的选民 所以我在网上看到有些言论是很离谱的 就说功能界别的选举 以前都已经七成多投票率了 还哪里有空间去拿到翻盘 因为很多人没有登记成为界别选民 这些人不要妖言惑中 还有这个进出口界 怎样成为这个界别选民呢 原来一个市民开了一间公司 他再去香港海关申请一张 叫做进出口牌照给一千三百二十元 就已经是可以成为这个进出口界别的选民了 那绝对是可以有机会翻盘的 因为这些的界别 他本身的选民基数 只有几千人而已 你只要用几万人进去登记的话 就完全是翻盘的了 只不过过去的二十几年 当然民主派就没有这样做了 但是你现在去丙他的时候 那也是无补于事了 不如你就着眼 以后的发展是怎样 希望在今届可以翻盘了嘛 就不是听那些白票党的迷惑 又说不要抢工 又说要争取普选 你根本上现在争取不了 2020客观事实就是争取不了 你怎样争取呢 当然现在还有半年的时间 太阳底下就无身事 什么都有机会发生 不过就不是望天打掛守株待兔 就要主动出击才是 到底那些白票党有什么作为呢 我都洗耳恭听 乐见其成 接着想说关于韩国的情况 真是非常严峻令人担忧 今天又新增了142个确诊的个案 到底这些个个案在哪里发生的呢 原来有38例 就是跟新天地会有关的 另外有92例 就在清道郡一家医院里头出现了 集体感染的情况 当然是非常严重的 那间医院已经变成了一个温床 好了 这个新天地会 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原来目前他们还有400名教徒 是失联的 根本上韩国当局 就找不到这400人出来 作出追踪或者是医学的监测 好了 而且新天地会的高层 还要求他们的信众 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还有不要跟人说自己出席过新天地会的参拜活动 这样的时候 大邮市附近就一定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这个新天地会主要活跃的范围 就是在大邮市附近 韩国最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现在连海陆空三军分别都有确诊的个案 这个陆军部队 其中一名的士兵 就是确诊了 他在休假期间就去到大邮市 跟他的女朋友见面 他的女朋友正正就是新天地会的信徒 那就出事了 把这人带回到军部 另外 中清南道有一名的空军部队的军官 亦出了事 另外在海军方面 亦都有一名的士兵是哪一样 所以三军都出事了 还有十几名清瓦台的警卫部队的成员 需要自己病了两个星期 因为他们是密切接触者 如果情况一直恶劣 甚至感染了那些厂区 使他们停产 对于韩国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呢 就是这个产业链 断裂了 韩国目前 有两方面的出口 是非常之厉害的 那个供应 第一件事就是记忆体 韩国在这个动态记忆体和快闪记忆体 所占的全球市场份额 分别是七成和四成的 而且这些记忆体 用途真的非常广泛 手机 平板 个人电脑等等 全部都是需要用到这些记忆体的 一旦停产 基本上全球电子产品的行业 都是死亡的 至于第二件事就是面板 那些叫做AMOLED的面板 尤其是三星厂 它所出产的这些面板 就占了全球市场份额的九成 大陆有一家叫做京东方 它是占8%左右 不足一成 如果这个三星厂区 是出了什么事的话 那些人有什么确诊 冬瓜豆腐 需要停产的话 基本上就影响了全球那个 手机和电视屏幕的市场 因为就需要它来出产这个面板 才拿来做到的 它是运到世界各地供应的 其实是 比如说这个越南厂 三星的越南有厂 它在韩国都弄了这些东西 才能去装嵌 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些产品有兴趣的话 有买趁手了 为什么呢 日本那只任天堂Switch的手提游戏机 正正就是因为 一个中国大陆的供应链断裂 使得那些零部件供应不上 根本上就没办法出产新一批的游戏机 现在就由两千多元炒到四千多元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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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